不用跑 不用跳 每天抖一抖 健康从这里开始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呢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很多人呢 觉得锻炼身体就是要跑步高强度的这种锻炼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不用跑 不用跳 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的一个动作 两脚并拢 两臂垂于体侧 下颌回收 百会上领 全身放松的情况下 斗铃 沾枕头 秒睡 一学就会 建议收藏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你想一躺在床上就能睡着吗 睡眠的重要性在人的一生中是至关重要的 而失眠又是很多人所面临的问题 特别容易发生在以下人群 第一 老年人 老年人患有慢性失眠的比例 拒不完全统计大约在32.8% 第二人群呢 就是女性 女性患有失眠的风险呢 是男性的1.4倍 第三类呢 是有家族史的人群 第四类 生活压力大 生活上有重大事件发生的人群 第五类 性格焦虑完美主义的人群 第六类 对环境特别敏感的人群 如果你有失眠 我告诉你啊 长期的失眠对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 尤其是可以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 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快速入眠的方法 这就是全身放松的方法 因为放松呢 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进入到一种催眠的状态 放松呢 包括着我们身体的放松和心态的放松 做法很简单 躺下以后呢 闭上眼睛 从头顶开始逐渐向下放松 额头 眉毛 眼睛 下巴 这样一点一点逐个的放松 身体里面每一个器官放松 放松一遍 再放松一遍 总之啊 别的不去想 一直想着这个身体放松这件事 这个方法呢 除了可以让你的身体放松之外 可以把思想全部都集中在身体如何放松上 这就排出了杂念 不去胡思乱想 每天睡觉之前呢 就这样去做 坚持一段时间 慢慢的你会发现 躺在床上之后啊 用不了多久 就很容易的睡着了 睡眠成为了你很幸福的事情 少用毛巾降血压 快提父母收藏好 用毛巾呢 可以降血压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先别急着滑走 这个方法是加拿大的医生首先提出来的 美国心脏病协会把这个方法列为了高血压的辅助手段之一 具体的操作就是把一块毛巾对折成方形 从一边卷成卷 卷的呢 不要太粗了 一只手能握住大拇指啊 不会碰到其他的四指 中间有一个空隙 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呢 用30%的力量去攥住它两分钟 休息一会儿 左右手呢 重复这样做两次 每周坚持做上这样三次 这个的原理呢 是什么 手握着这个毛巾的时候就会压迫血管 手臂上血管的血液就会减少 当我们手放松之后 血流就会恢复 这个时候呢 就释放出一种物质叫做一氧化氮 它是一种扩张血管的物质 所以说一氧化氮释放增多之后 我们的血管就会得到了扩张 血压也就会得到了改善 这个方法学会了呢 它可以辅助降血压 每天记录你的血压变化情况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该调药的时候去找你的专业医生 指导你再逐渐减量 不可以马上停药哦 手指操 五指连着五脏 食指连着心 所以我们把手指呢给练灵活了 对身体的五脏和心脑血管方面 都有很大的好处 下面跟着视频和音乐的节奏训练起来 两个穴位梳干补肾 每天暗柔五分钟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两个穴位 怕记不住呢 点上红心收藏起来慢慢看 第一个就是太充血 它能够疏肝调理失眠或者痛经 失眠那是很多人存在的一个困扰 晚上11点到凌晨3点 这是睡眠的最佳黄金时期 如果这个时候肝脏处于疲劳的状态 久而久之就会使人的自身免疫力受到侵犯 各种疾病也会趁虚而入 比如说记忆力减退啊 胃病啊 抑郁啊这些 就和失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经常对太充血进行按摩和刺激 对肝火旺失眠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太充血呢 在脚的大指和二指之间 这个骨缝的地方 手指呢按在上面 用点力气去揉 开始揉的时候 特别是肝火旺的人会有疼 那加重一些力气呢 会把这个肝火给倾泻掉 可以梳理肝气 大约按摩上五分钟左右 有酸胀感最好 你经常的去揉它 慢慢的呢疼痛就会减轻了 也说明你的肝经梳理了 第二个穴位呢 就是脚心上的咏泉穴 它可以补心肾排毒养颜 按揉咏泉穴的目的啊 还可以促进唾液的分泌 达到古人说的金晶玉叶呀 吞咽下去以后 得到心肾香蕉的目的 你学会了吗 两个穴位每天按揉五十项 打通脾胃精 调节气血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气血不足 经常会出现 头晕耳鸣 心肌气短 疲乏无力 失眠多梦 手脚麻木 这些情况 今天这个视频帮上你的大忙 这两个穴位呢 每天按揉五十项 可以打通脾胃精 调理你的气血 中医说脾胃是后天之本 是气血生化之源 如果脾胃不好 就会容易导致你的气血 变得不足 我们要想去补气血 那绕不开脾胃 这个后天之本 这两个穴位 一个呢 是补气 一个是调血 对气血虚弱的效果 非常的好 第一个穴就是足三里 它具有着健脾合胃 输精活络 强壮保健的作用 可以帮助我们调理 像胃疼啊 胃胀 痕吐吐 食欲不振等等 消化系统的疾病 第二个穴 就是解膝穴 就是脚上面 系鞋带的那个位置 解膝 解膝啊 所有的溪流从此而过 给它释放了以后 那我们身体里的气血 就能流通了 这个穴位呢 可以帮助我们清除 全身的弹湿之气 健脾除湿 爱养胃 中医教你一个 又省钱又管用的 补脾合胃的小方法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你如果脾胃好了 身体才能好 脾胃是人的后天之本 今天呢 我就教你一个补脾合胃的小方法 由三个食材组成 怀山药 陈皮 鸡内筋 如果是明显的消化不好 鸡内筋的用量呢 可以稍微用多一点 如果还有舌胎上比较厚腻的湿着 那陈皮的用量也可以稍微多一点 这三个东西啊 可以把它们和在一起 山药给它砸碎了 碾碎了 陈皮呢 给它打成粉 鸡内筋也给它打成粉 和在一起 如果再放点芝麻粒 把它放在烘烤箱里边 一片一片的 我真吃过啊 味道好极了 每天吃上一点 小朋友也可以吃 能够起到化石 助消化的作用 连续吃上一段时间 就加强了你的脾胃 消化功能 中老年锻炼操 不跑不跳 运动了全身 50岁以上 你要多做啊 大家好 我是赵玉浩教授 中老年的朋友啊 不管你平时多忙多累 一定要抽出时间来 常做这以下几个动作 动作一 干梳头 用我们的手指指腹去梳头 如果要力度大一点 可以用指尖 指尖的力度呢 会刺激量更大 也可以用硬一点的小梳子 梳头的时候呢 不下于100次 可以多做两组 来放松 梳节我们的头皮 这动作二呢 就是要揉搓后颈部 五指并拢 卡在我们的后颈部 拇指和四指相对用力的捏 你后边颈部的这些肌肉 得到了放松 对气血的流通 有很好的作用 捏揉的次数啊 一次至少20次 交替用啊 这样多做激素 动作三呢 是要拍档弹中穴 两个手合十 用拇指垂击弹中穴 这样可以使你的气海 得到振奋 有补气 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作用 尤其是总爱叹气的朋友 一方面是你干气欲杰 另一方面气虚的表现 多做这个动作会有好处 第四个动作呢 就是要揉腹 可以坐着 也可以站着 也可以平躺着 两个手呢 劳工穴相对 按顺时针方向 至少揉200次 加强了肠道的蠕动 也加强了排便 第五个动作 搓揉后腰 我们可以把手掌心呢 对着我们的后腰肾的部位 进行搓揉 揉热和了 这样缓解了腰部的疲劳 增加了肾气的功能 动作虽然简单 但是做起来非常的有效 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朋友 单身配一味药 对付血管堵塞 不手软 便宜又好用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有血管堵塞的朋友 不要花大把大把的钱 简单便宜的药 也好用 我是赵一浩教授 临床工作40多年 真的不忍心去看大家呀 为了血管堵塞的问题 去再花冤枉钱 疗效却不尽人意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发给我 我只要看到 就会帮助到你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这单身搭配的用法 希望大家点小红心 转发给你需要的朋友 单身有活血去瘀 通经止痛的作用 这个经指的是经脉的经 常用于关心病 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的治疗 临床上一般呢 都配无使用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两个单身的搭配方法 第一个呢 就是搭配西洋身 西洋身有益气养阴的功效 血瘀的原因呢 很多 但是气不足 不能推动血运 导致了血瘀 这是主要的原因 所以两者搭配不仅能够一气活血通落 还能够养心血 可以很好地改善心脑血管的狭窄啊 堵塞的问题 第二呢 就是搭配山楂 山楂能够化石降灼 去瘀通落 两者配合起来呢 治疗这种气质血瘀 包括有痰宁石质造成的血管堵塞 以上这几位中药呢 它的药效度是很强的 要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 进行配舞搭配 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原有药物的功能 单身这样的 缓解血管的堵塞 很不错的 保存好 全身多处的血管的狭窄堵塞 该怎么办呢 长期的肢体的麻木 胸闷胸痛 心慌气短 舌指偏暗 舌下呀 有瘀青 这该怎么办呢 血管堵塞的朋友们听好了啊 疏通血管 其实呢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在我临床工作40多年 血管狭窄 有斑块的患者是非常多的 尤其是现代生活下 工作压力大 饮食结构的异常 伴有了以上说的这些症状 先不要慌 今天呢 就给大家一个有效的方子 大家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收藏起来 以免划走 找不到 我们用单身活血化鱼 清心安神 春胸 雪中的气药 行气活血 气行则血行 葛根呢 可以活血化鱼 三个要配合起来啊 上能通脑落 下能通心脉 是消散鱼血 通落散结的好方子 可以帮助我们疏通 身体里边长期淤质 形成的淤堵 疏通血管 所以说呢 要辩证论质 根据你具体的实际情况 再随正加减 如果大家也有血管堵塞的问题 可以点我头像来告诉我 我来帮你分析解答 你家厨房的一个好东西 可以使你身体都暖和 有这么一味中药 它既是药 又是厨房里边的调料 它有很好的温阳散寒的作用 今天呢 就给大家介绍花椒的几个小妙招 第一 用来热敷 和粗盐粒混在一起 做一个热敷包 用的时候 放在微波炉里加热一下 身体哪里凉 就可以热敷一下 有温精散寒止痛的作用 第二呢 做齐贴 把适量的花椒 再加点生姜啊 艾融啊 包在一起 贴在肚脐的位置上 有很好的温脾散寒的作用 第三呢 可以用来泡脚 泡脚的时候 水里边加点 花椒 艾叶 生姜水 泡脚 可以有助于体内 阳气的生发 疏通 经络 散寒的作用 可以有温馴下肢 让你脚 腿都暖和起来 还有第四啊 如果牙疼的时候 花椒可以搁在 两个牙之间咬着 通过花椒的麻醉作用 可以起到缓解牙痛的作用 你家的花椒啊 有很多的作用的 你可以把花椒放在米里边 防止长虫子 你学会了吗 收藏起来 试试吧 便宜又好用的小方子 专制高血压 人人都能喝得起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两味药 能帮助血压高的患者 来降血压 简单又便宜的药 也非常好用 人人呢 还都能喝得起 去年的时候 我的一个患者 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 也吃了很多的药 总是反反复复的 平时呢 容易出现疲劳 头晕 记忆力不好 心悸烦躁 口干舌躁 睡眠也不好 舌脂呢 是红 舌苔是薄黄 无意中呢 看到我的科普视频 给我留言呢 希望能帮到他 经过辩证啊 他是肝阴虚 阴不脸阳 所以导致肝阳上抗 肝气往上走 导致了头晕啊 烦躁啊 口干口渴 睡眠不好这些症状 属于是肝肾阴亏 肝阳上抗这些症状 对于这种情况呢 有个小方子 非常的适用 大家也不妨试一试 这两个药呢 就是桑白皮和地骨皮 每天煮水喝 桑白皮可以泄肺水 沥水的作用 而地骨皮是什么呢 它有一些补疫的作用 特别是肝阴虚 引起来的病症呢 非常的适用 那这个小方子呢 既有补又有泄 合起来对我们肝阴不足 肝阳上抗的病症呢 会有一定的改善 那这个患者呢 也是喝了一个月的时间以后呢 明显的觉得有了好转 如果你是这样正型的话 也可以试一试 屏幕前呢 你如果也有高血压的困扰 也可以把你的具体情况 来跟我说一说 我来帮你辩证开放 几块钱的野菜 通血管 农村遍地都市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我们常说血管毒 百病生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味 神奇的中药 能够帮助我们输通血管 这味药呢 在农村遍地都市 你可能经常见到 但是啊 并不了解它 看完了这条视频以后 你肯定会有所收获 大家先点亮小红心 接着听我往下说 这味药呢 就是我们常见的 野蒜 它既是蔬菜 也是一味中药 中药的名字就叫 蟹白 蟹白的药性呢 是新温的 它通阳散结 行气导致的功效 使我们的胸壁症状 得到明显的减轻 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 它有扩张血管 抗心肌缺血 抗血栓形成 调节血脂 抗氧化 这些多种药理机制 我们在临床上治疗 西洋虚 所导致的心脏的不舒服 比如说 关心病啊 心脚痛啊 出现胸闷胸痛 这些情况 经常会配无使用它 需要医生呢 根据临床患者的具体情况 进行辩证加减 你记住了吗 山楂的四个黄金搭档 搭配好 泡水的效果会翻倍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都知道啊 山楂是可以降血脂的 好用 而且还便宜 但是你知道山楂怎么吃 它效果会更好吗 下面呢 就给大家介绍 山楂的四个黄金搭档 赶紧点亮小红心收藏起来 防止呢 滑走找不到了 第一个方法就是 山楂加上单身 单身可以 补血活血 化鱼通过 山楂搭配起来以后呢 增强了化鱼降血脂的作用 第二个搭配啊 就是把山楂和黄鳍搭配 黄鳍呢 是补气之王 特别适合于 气躯 不能推动血液运行 这种血淤的类型 和山楂搭配以后 一个是补气 一个是化鱼降脂 这样就增强了 整个的降血脂的作用 第三个搭配呢 就是山楂配上菊花 菊花呢 可以清干 瓶干 降压的作用 还有清干明目的作用 这两者搭配起来 特别适合于 赤物不清 干火上烟 木赤肿痛 这样的正型的话 山楂加上菊花 就可以增强 清干火降血脂的作用 第四个搭配 就是山楂配上红枣 红枣而是可以 既补气又补血 山楂加上红枣以后 可以补血 安神 化血脂 增加了活血 化鱼的作用 所以这样联合起来 用的话呢 达到了一个 事半功倍 甚至翻更多倍的作用 以上的搭配 你记住了吗 有关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 点击我的主页 有什么问题 欢迎你来提问 50岁以上的血脂高的人 一定要认真的看 不管你是低密度脂蛋白高 还是总胆固醇高 还是你的甘油酸脂高 不用在四处求医问药 如果你也想告别 像胸闷气短 呼吸困难 头晕这些症状 也不用再花大把大把的冤枉钱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一浩教授 临床工作40多年 帮助了很多的高血脂 高血压 高血糖 这些三高的患者 恢复了指标 我现在坚持在平台上进行科普 就是希望能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如果你也有需要 只要你点我的头像进来 把你的病症告诉我 我都会尽力的帮助你 2023年告诉大家一个 治疗血管斑块的好方法 担心血管斑块脱落 造成脑梗心梗 大家别再起人忧天 中医有方法可以控制 可以调理的 相信你悬着的那颗心 现在就可以放下来了 我来帮你控制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不管你有软的斑块 还是硬的斑块 或者是颈动脉的超声报告里 你不会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分析 现在这些情况都不用大老远的 跑到医院里面去挂号排队 你可以给我点一个小红心 我就是你的医生朋友 你可以直接大胆的点我的头像 进来告诉我 我把适合你的方法发给你 2023年脑梗的患者 看完这个视频 你有恢复的希望 大家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你是不是也总觉得头晕脑胀 全身各种的不舒服 如果是脑梗后遗症 也会出现或左边或右边 半边肢体的麻木 手脚没有力气 甚至走几步路呢 就会觉得走路都是飘着 脚底下没根 跟踩棉花似的 眼睛干涩 事物不清 有些时候呢 还会手脚都觉得有麻木的现象 舌头也麻木 说话也不利落 吃饭的时候还容易出现流口水 吞咽的困难 老呛着 这种情况有的人持续了几个月 甚至是几年 反复呢 各处去看 没有什么结果 视频前的你如果也有这种情况 不要再耽误了 有症状出现 就一定是有脑血管的堵塞 血液循环不通畅 使大脑的血液供血不足 中医认为呢 出于这种气质血液 经络受阻的情况 它会对你的身体呢 有更进一步的侵害 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点我的头像 向我提问 我在这里回答大家的问题 一片叶子泡水喝 帮你轻松平稳降血压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高血压的病人呢 一提到降血压的药 心里边总有说不出来的一种滋味 吃多了怕被副作用缠身 不吃呢 又怕病发症缠身 今天就给大家教一个简单的降压方法 我们在喝水的时候 可以加上一味中药 这味中药呢 就是萝卜麻 萝卜麻 性质是微寒的 它具有着清热降火 平干吸风 这样的作用 高血压呢 在临床上多表现为 头晕头痛 悬晕耳鸣 失眠 乏力等等情况 中医把这些归结为 悬晕头痛的范畴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病基 就是肝阳上抗 肝火上炎 导致了肝血溺乱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生气 血压就会迅速的上车 这个情况可以用萝卜麻茶 凭肝火降血压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要注意啊 如果是脾胃虚弱的人 本来就脾胃怕凉怕寒 而且呢 像女性的生理期和低血压的人 一定对萝卜麻是要慎用的 以免引起不良的反应 如果你也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可以发给我 我来给你提供帮助 两个地方发硬脑梗 马上就来 你还在等什么 发现赶紧治 脑梗在临床上很常见 有很高的致死率和致残率 所以我们必须要引起重视 尤其是过了40岁以后 要警惕脑梗发病的这些信号 不然一旦遇到了突发的脑梗 就算抢救回来了 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难以逆转的后遗症 那我们说 发硬是哪两个地方呢 第一啊 就是舌头 如果舌头发硬了 而且还发现舌下有青筋 又粗又黑 说话不利索 含乎不清 可能会出现沟通的障碍 这可能就是因为你脑工学不足了 影响了大脑的一些语言的能力 还有可能呢 会表现为吃饭的时候 喝水的时候容易呛肿 这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尽快的就医 另外呢 有人会发现最近口疮频发 老是自己舌头咬的 怎么会老有口疮呢 很有可能是你中枢出了问题 也要引起注意 第二啊 就是血管发硬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动脉硬化 那有些朋友就问了 我怎么能看得出来 自己有没有血管的发硬了呢 一般早期的动脉硬化 都会伴随着一些轻微的症状 比如说头晕啊 胸闷啊 呼吸不畅啊 如果你一直有这些不舒服的表现的情况 那你一定要小心 是不是因为有脑梗要发作了 我们可以用一些调养气血的汤药 来帮助你调节心脑血管的供血 早发现早治疗 可以避免脑梗的发作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也有心脑血管的疾病 都可以告诉我 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 两位要冲水喝 专制心梗 关心病 不收藏损失大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不管你是关心病啊 心脚痛啊 还是心肌梗塞 在中医上 都是因为你心脏的血脉 气血阴阳失调 心脉瘀制所导致的 今天啊 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保健的方法 能帮助你调理心脏的这些问题 赶紧记下来 这个方法就是呢 西洋参加上当归 盐成粉末 冲水喝 西洋参呢 它可以补气氧阴 清热生精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啊 它能调节血压 抗心肌的氧化 有增强心肌收缩力的作用 对心脏非常有益啊 当归既能够补血 又能活血 两个合用起来 既活血化瘀 又能促进心脏的血液疏通的作用 那具体怎么用呢 香参用6克 当归用3克 盐成粉 每天早晚冲水浮 但是呢 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切不可以私自的乱用药 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 以免发生危险